好 回到我们的窝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bc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喂 窝又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 找我们三个频道 《窝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我一看到他就是想起一首歌 是什么呢 就是杀丫人 生于这个地方 风称呼叫吴空 他就不是杀丫人 是杀丫人 其中一个强敌后来也变成好人 就是这个魔人暴勾 茂叔和石破岳挺有趣的 哇 他和金正恩 有得废下 这个朝鲜 北韩可能和日本一笑敏恩仇 就是大家都是玩强敏恩仇 就是大家一起玩强敏恩仇 杀丫人曾经的敌人后来变成了朋友的 这个魔人暴勾就是石破岬 就是最高的形态 之后一个比较瘦射的 这个魔人暴勾就是石破岬 这个魔人暴勾就是石破岬 他也挺有想法 但是这些想法就转化不了 其实他现在就是和别人说话 就是想着游说人 这张照片看着他好像游说人 但是茂叔石破岬 或者日本的新任首相想游说 各位的盟友 做一个叫做亚洲版北约的小算盘 又碰壁了 又是被人请他吃白果吃柠檬 真是凄凉了 原来其实说真的 美国拒绝了你 其他盟友就不会跟你一起了 印度就是他在亚洲最大盟友 十四亿人有 十四亿人有多 那就拒绝了 估不到澳洲 你说印度有些东西 都是不跟西方的 澳洲西方国家 印太地区 估不到澳洲总理Albertsy 也被茂叔石破岬一盆冷水兜过去 原来茂叔 唉 就打算做个国义盟友好 做个亚洲版的北约 结果就不行了 原来Albertsy在这个万丈 有些叫做永珍 广东话翻译的叫永珍 出席东亚合作领导人会议期间 有人就说作为坚实的盟友 魔人暴露 是不是也显得石破某呢 这位新任的日本首相 他就说不如这样吧 大家搞一个是亚洲版的北约吧 最搞笑呢 我们总理就这么说 有关这个亚洲版北约的想法 我们在会议里完全不提 完全没提过 说也免得说 实际上也是 你说什么 亚洲版北约 现在的战争都搞成这样 也是那句 乌克兰为什么这么大和 现在和俄罗斯打仗 因为要加入北约 欧洲就是正式版的北约 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有很多领土 而且普京都说明 未来几十年就会把发展重心放在远东地区 你又搞北约 日本和俄罗斯亦有争议之地 就是南千岛群岛 你搞北约 这就等于在欧洲的警方一样 乌克兰加北约 现在日本和俄罗斯亦有争议之地 你又说加入北约 你觉得 其实中国肯定都会觉得 你又搞完这些小圈子 你没有想过俄国佬 俄国佬有很多土地 还有 为什么印度不肯加入 就是既为俄罗斯 对 关系这么好 为什么突然差卧他呢 又便宜有卖 对吗 又帮他买这么多武器 原来某叔石康某 新人士 新作风 就想着搞个亚洲版北约 就投书 是知名的 外交期刊 就是外交学人 那石库某就说 啊 推动亚洲版北约 这个呢 一定要做 不过很搞笑 原来这本外交杂志呢 他亦都是 同石库某说 为你推动这个 亚洲版北约 注定不可能成功的 因为 某叔 你不要以为 把魔人布约 布约 布约 那么大能力 可以的 原来呢 原来他们就说了 石库某 是 估计错误了这个 亚洲版北约 带来的战略 的负影响 负影响是什么 就是引起俄罗斯的关注 现在俄罗斯战争 在欧洲 喂 你搞 喂 你搞瓦洲版北约 那你是不是真的想普京动手 那你说 普京动不了这么多 但是他这样搞搞 你都说是Alvan 都是全世界核弹头最多国家 刚才你说 普京搞不了这么多 你记回到 澳战争开始之前 很多人估计他不会移动 不会移动乌克兰 但是他照移动 你不要用这个断股去思考报警大帝 那我们有问一下大马sir 那美国能否顶到这么多 日本有事 美国有事 用乌克兰模式 让军备你去顶 不是那么容易搞的 所以Albanese也说 其实主要是 和反中姿势是完成的 他们也想着和中国是对着干的 但是你引入俄罗斯吗? 蛤?引入俄罗斯吗? 茂叔 你没事吧 那是魔人布勾好抽得的 但是 魔人布勾好像也有弱点 没有记错的话 哈哈 那看回原来我们总理就说 亚洲版北约的想法 完全没有被提过的 他也说 我们地区内已经存在着 类似的安全协议 就是美、日、印、澳、同盟 四方对话 The Quad 有这个机制就可以了 原来这个亚洲版北约 可以说是石破茂 标志性的安全政策 结果标志性的安全政策 全盘被否决 所以我们说 茂叔其实也很弱势 因为 说真的 他 我觉得也是这么多派别 这次会认为 这次会认为 茂叔是排第三的人气 是的 甚至之前 小泉纯一郎的儿子 小泉晋次郎 是的 人气比他高 青年才俊 找茂叔 我觉得他比菅义威更糟糕 菅义威更糟糕 菅义威都受不了 但是茂叔 这次会议 响应的人很少 我们的总理 也在竞选时提出 但是遭到 就说不行 其实说真的 西方美国人说不行 你就不用搞 而且另外一个 跟澳洲很近的国家 印尼 他社评说 我们东南亚更加不跟你这样搞 有个国家 就跟澳洲很近的 这个国家 就叫做印度尼西亚人尼 他们最大的英文媒体 亦都是一篇 潑冷水文章 就是和茂叔说 我们东南亚拒绝 亚洲版北约 他直接了当地告诫 石破茂就说 好心你克制一下自己 不要强行兜售 亚洲版北约这个概念 免是自讨苦吃 自讨没趣 结果他继续兜售 结果兜兜下 他就被人兜走了 这个概念 东南亚国家 和中俄关系不错 尤其是一个国家 就刚刚是 换了他们 总书记的总司机 走了 新的总书记 蘇林 亦都是和 美国升级了关系 就是越南 越南最大的武器军队国 就是俄罗斯 由苏联期间 到今时今 在苏联 就继承者 就是俄罗斯 此时此刻 越南的关系 还是很好 很好 很好 说真的 第一个越南已经不答应了 还有印度 也不答应了 所以那些 有些黄友六一说 俄罗斯没有 朋友被孤立 这是什么人 印度有孤立俄罗斯吗 全球最多人口国家 来不会 印尼有孤立吗 没有 左科威也是和普京有谈谈的 当然新的总统也不会 越南更加不会 原来 美国和印度都表达拒绝 美国国务院 助理国务卿 这尊管是印太事务 康达 也说过 讨论 这个提议 为事过早 他给你面子 没有直接叩咐 告诉你 过去 其实去年 美国总统 国家安全顾问 沙利文也表示 华盛顿不打算在印太地区建立北约 印度外长苏杰生 今个月头也说 印度不赞成石破茂 关于建立 是亚洲版北约的赤裳 他说 我们没有考虑这种战略框架 我们有着不同的历史 和不同的处理方式 但是很搞笑 他和俄罗斯关系很好 但苏联时代 印度和苏联关系也是很好的 石破茂也在前往 老祸 有些疗疗 对媒体说 我也不会黑销 我们不想向东盟和其他国家领导人提出 亚洲版北约的想法 他也说 由于自民党内部还未得出令人满意的结论 所以不会在参加东盟峰会时 提出亚洲版北约的构想 想着威一威 原来你党内也没有共识 原来 哎呀 说得这么大 是不是和魔人布勾一样呢 魔人布勾一样 虽然它破坏率很足 但其实魔人布勾很单纯 对吗 像小孩子那样 对 好像小孩子那样 台湾叫魔人布勾一样 有某种程度上 有某种程度上 现在的石破谋那种上去黏 讲到大一大 都挺像台湾地区 所以和大清德关系好 常常在互相互推大家的推特 这两个人好像嘻嘻 看回外交学人也说 石破谋推动的 亚洲版北约是不可能成功的 都挺直接的 他也说过 这位日本新首相关于建立 是亚洲版北约的呼吁 不单是很牵强 而且还可能是疏远印太地区主要利益相关者 包括印度和东盟国家 像越南这些国家 文章也说石破谋自己的政策声明当中 未能清晰地 是最述出这个战略 造成模糊性 突显了石破谋在集体防御和集体安全概念之间的矛盾 导致最后的混乱之下没有人败 当然了 为什么这篇外交学人那么重要呢 其实也代表是美国的想法 也是一样 美国说不赞成 也说到石破谋忽略了日本面临的现实问题 就是日本在现有的宪法 在约束之下仍然没有办法 是充分行使集体自卫权 对于石破谋想建立 是 是的 北约是联防机制 到时你在国内法律之下怎么行 你又是一个问题 所以你说得这么大 原来 中国外交部也有回应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劍也说 希望入方確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 确立各项原则和共识 舒立客观正确的对话认知 当然这件事 可能他没有想到俄罗斯这么大反应 但是日本你和俄罗斯 北约这两个字 你都听到这两个字 北约这两个字 俄罗斯怎会没有反应 而且他也说明 未来十年的远东发展 他和你还有领土争议之地 还在北方四岛 他们叫北方四岛 俄罗斯叫南千岛群岛 你觉得这些没有反应 到时你什么东西 北约会搞成南千岛群岛 akte于正认 Dance 你是想 controией 美国的分身不下 在不同中日正我们说 美国的分身不下 不就是这些东西 六回江 PP King? true..! 远东地区也在做照顾? false 当然是 應該是舒立正确的对话认知 这个又 Vaiيد 这又是计算长 初份预想而言 打算做一个亚洲版北约 跟中国有一个整式联盟对抗 但他想不到俄罗斯是有反应的 而且反应不小 而且俄罗斯的盟友 而且他没有想到印度和越南 大家都知道印度和越南跟俄罗斯的关系很好 俄罗斯从苏联年代已经买了这么多军备 其实到此时印度和越南都离不开俄罗斯 你竟然说不关事不害怕 不是吧 茂叔 这些又是只看到一部分 只看到对面海德中国 你没有想到远港地区 你和俄罗斯还有领土争议之地 那些你一踩过来 你一踩过来你觉得俄罗斯不动手吗 是吗 另外原来茂叔他很搞笑 他在11号的时候 他在接受媒体访问 日本国内外媒体访问时 去了老汪 他就说 日中关系并不是一帆风讯的 中国没有说过 我们找到了解决问题的线索了 解决问题线索是怎样呢 通过两国政府努力令到 两国人民共享日中关系发展成果 与此同时他也明确东盟领导人会议一系列的外交议程 是向外界强而有力地传达日本的重要机会 关于自身提出的亚洲版北约的球赏 茂叔就说 我 我在会议 我不提了 即是7了你不提了 茂叔也是为了实现自己就任首相时 提出建设一个 能够为所有人带来是安心和安全的亚洲 什么时候到你呢 这个不重要 但是你如果这样 俄罗斯来 其实你是安心安全吗 正正就是搞了这样反而更加不安全 幸好是印度 澳洲人也不和你瘋 要不然你说什么安心安全 结果更不安心更不安全 一定是上犯的 你搞什么安全 我保障你 保障你 你不搞就最安全 你搞就大家都不安全 你以为就是看龙珠 魔人报勾 之后他就变变成小孩 不是这样的 当然 我要切法确保印太地区稳定 所以日本在北韩说 稳定 你搞少一些动作就最稳定 是吗 对的 你不要搞 要搞 就最稳定 茂叔其实他上任后 亦首次见了另外一位盟友 就是 韵石穴 说了40分钟的 双方也确认了经济安全保障等等 港泛领域的合作 双方也会继续开展 手脑户房的穿梭外交 其实我觉得这 反而是没什么用 其实 他们这些盟友 的牢子越来越小 其实你没有突破到 你也是自己人 对的 对的 其实如果你看到金正英我就说你很棒了 说真的 你没有突破到的 要很大努力 对的 你觉得自己的牢就越为越紧 其实你也是自己的牢 美日汉其实也是自己的牢 除非你可以见到习生我就说你很棒了 我们也说习生不是那么容易见到 很多非洲元族都会见到他 是的 但是 起码你要有原谅好关系 现在中日关系 一样的时候你以为那么容易 好那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再见